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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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要从荷兰的这些伟大的画家的画作里 跟大家聊聊荷兰最有意思的一段历史 就是黄金时代的荷兰 或者叫VOC时代的东印度公司时代的荷兰 先看这一幅 这幅是举世文明的大作 这一幅画叫做夜巡 这是荷兰国立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进去以后摆在这个最最正面的地方 有点像卢浮宫里面那幅蒙丹丽莎 但是对我来说 蒙丹丽莎我最多都看不了三十秒钟 因为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蒙丹丽莎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你要说好在透视构图 那有的是比他的构图色彩什么透视好得多的画 只有到卢浮宫从来没去看过那幅画 因为每次去离着五十米 全部都中国五个团在前面 组成了一个诗在前面 维攻摩纳丽莎 但是这幅画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好 也首先对我来说伦布朗画的就是比达文奇好 这是不用说的 更重要的是这幅画的文献意义 这幅画就代表了重商时代的荷兰的 最最高潮的时候 这幅画画于1642年 1642年是荷兰的这个黄金时代的顶峰 大家想1642年 荷兰正在把台湾猛烈的开发中 荷兰东亿东公司的船开遍世界 1642年的时候新尼德兰还在 因为新尼德兰是荷兰西亿东公司的一大片殖民地 就是今天的纽约州 什么康涅狄哥州 然后等等的 所以纽约原来叫新阿姆斯丹 叫New Amsterdam 后来被英国占领了 才改叫New York 哈德逊河 哈德逊船长是个英国船长 但是他是从这地出发去了美洲 所以他留布朗克林 这是个荷兰词 留下了一堆遗迹在那 这个东亿东公司强大 导致荷兰之富有 大家看看这些人 这话为什么叫夜巡 因为这帮哥们拿着武器 在巡逻 在检查这个城门 大家看到这后面是个城门 当然咱们就艺术上就不多讲 因为伦布朗的这个用光 叫伦布朗光 包括它的反差 这个笔触 这就不说了 我要说的是这幅画的文献价值 这幅画当时价值1600吨 什么概念呢 当时一个教师一年工资280吨 谁出的这很有意思 这荷兰专门有一个历史学家 大家把这幅画仔细研究了一遍 怎么研究呢 大家看到这后边 城门上挂了一个盾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盾相当于电影后边的演员表 就说这里边都是谁 全写上去了 然后专门有个历史学家呢 就把这个里边的每一个名字 和这幅画里的每一个人对上了 居然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真名 是他干什么的 站在正中间 这哥们穿黑衣服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穿金衣服的 但是大家不要弄错啊 在荷兰 在欧洲 这穿黑衣服的是最有地位的 为这事 我跟荷兰一个学者 专门讨论了这问题 他说黑衣染色最贵 所以穿黑衣是最高贵的 标志 我说你知道 在我们中国这事是倒过来的 在中国是黑衣染色最便宜 肥本达尔 蓝包包一染 然后这个红色的在中国很贵 当然了中国因为朝代 有金木石后头 不同的属性啊 所以主色是不一样的 但金木石后头 除了水是黑色的以外 其他几个属性的朝代 都是很鲜艳的 大家看到宋朝的 然后明朝的 还规定什么穿紫的 什么品级的 但是在欧洲呢 最逗的是黑的最贵 红的最便宜 就图成红色最便宜 所以大家看英国的 军服红色的 就因为这红色便宜 军服嘛 你摸拍滚打嘛 那衣服不能贵 每一个人都有 他的名性和职业 最逗的是 这1600顿是大家分头给的 给钱最多的人在最前头 给钱少的人在后面 大概只有这个小女孩 没有给钱 也只有这个小女孩 不知道是谁 当然这可能是 一个符号性的代表 因为他小女孩身上 挂了一只鸡 鸡是很有说法的 当时守护神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小女孩 很亮很亮 在这个地方 这么一个神迹的符号 其他人都是真人 而他们实际上是一个guild 就他们是一个商会 这说明了几个问题 第一他们很富有 他们就要干这些事 能付这么多钱 给一个画家 就为了拍张照片 其实大家就在拍张合影啊 大家看到很多很多 那个时代的荷兰画家 画的这种合影 商会合影 什么医生合影 绿色的合影 你可以看到 这幅画还有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没有一个人看镜头 说明这个伦布朗很有意思 他还彻底了一个 这个情节在里面 导致每个人都有动作 所有人都摆了一个 特别奇怪的这样的姿势 然后戴着礼帽 所以伦布朗伟大的这个画家 设计了整个这个场景 对于美术史来说 它是有伟大的意义 但是对于咱们 这个聊历史来说 它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啊 再看伦布朗另一幅 这个著名的画作啊 杜普教授的解剖客啊 这幅画 一群医生出现 让伦布朗把它画下来 咱们的文献意义是说 欧洲当时对科学技术的追求 大家看看中国人画画 你绝对见不到画这画的 说画大家在解剖一个实体 我们永远是花鸟鱼虫 然后这个各种 世代夫的情趣 这幅画在技术史上 也很有地位啊 确实是非常伦布朗的 这样的一个杰作 但是这些人 你看他们都演特好 这都是特好的演员 每个人都认真的在看 实际上呢 伦布朗改了一下 因为真正解剖 说不会才从手开始解剖啊 是解剖肚子什么 他去画的时候 但是他说这个东西画出来 太难看了 所以漂亮的解剖了一只手 最后到这个近期的时候 人家一直很著名 然后被各种科学家 拿X光往里看 大家知道这个 X光发明以后特别好 除了给人看遍 还能看看画里边有什么 尤其是油画 因为油画可以盖上 就是你盖上以后再改一改都没问题 他不像国画 国画你想改 那你只能再重新拿一张宣纸 你国画主要是在留白 然后画纸画一点 油画全凸满 所以凸满以后 他觉得不好 他就改 所以用X光看了以后呢 这个发现 原来这只右手是没有的 就真实的那个解剖场景 这个人是个小偷 被砍了手 所以他就没有手 最后他死了 在那解剖 咱们就不讲这些细节了 讲有点毛骨悚然 但是从X光看到 这哥们原来是戴帽子的 后来伦布朗觉得 戴帽子不好看 所以为了画的这个均衡 为了美感 最后把帽子都给涂了 然后又画成了头发 估计最后伦布朗让他 唯一戴帽子 也是为了涂出他 他给钱 所以杜普教授戴着帽子 叶巡 说明了商业的发达 这幅画说明了科技的发达 所以当时在荷兰 你想想医生们 有这么高的地位 可以花这么多钱去画画 这个 这幅画 非常著名的一幅画 也是镇馆之宝之一 莫里茨的镇馆之宝之一 叫公牛 这公牛也挺逗的 这首先说明了 那个时代的牛就长这样 花脸牛 就说明荷兰很悠久的 这个奶牛传统 然后他们 专门还找了这个奶牛专家 来看这个牛 这奶牛专家仔细看了以后 说这牛是这样的 这屁股是一头年轻的牛 这中段的身子是一个老点牛 这牛头是个老牛 牛羊 这是典型的荷兰的风光 好 来到了我们这个大画家维米尔 其实维米尔最开始的时候 没那么有名 当然维米尔本身画的也很好 但是现在大家提到荷兰画家 以前就是梵高伦伯朗 现在大家都要说梵高伦伯朗维米尔 他有很多著名的画 就大量的跟中国有关 重要的 为什么大家给看一幅风景画 但是这个风景画是绘画史上非常著名 戴尔夫特 戴尔夫特是个什么地方 戴尔夫特就是荷兰东一组公司 VOC的重要的一个分公司和港口 从这里出海 维米尔他就住在戴尔夫特 当然艺术上咱就不多讲了 艺术上大家能讲出一大片一起什么 天有那么大 占的比例 然后地压成啥样 然后这人的比例完全不对 这个油画也一样 他也不能全靠真实的视角 他为了表现整个城市 本人画这么小 后来人们模拟这个视角的时候 发现人体其实比较大两倍差不多 这些咱就不管了 重要的是荷兰东一组公司的船 右边的船 以及左边的这个仓库 今天你去戴尔夫特 基本上还长这样 就是老前国家的这个好处 所以这幅画代表了全盛时代的荷兰东一组公司的这个美好的其中的一个场景 就是这个戴尔夫特 然后我们再看维米尔的其他的画更有意思了 这个是著名的镇馆之宝之一 倒牛奶的女仆 讲几个有意思的地方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在他的屁股后头 有一个暖角炉 这个是很好玩的东西 这暖角炉的后面 画了一个丘比特 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了 有人可能过度分析 但是我听荷兰学者跟我讲 他说这个暖角的炉 也是他们一个性象征 因为他们冷 所以他们那个行纳苟且制之前 经常拿那个暖角炉 把这个下身都暖一暖 所以这个有点性的符号 后边还怀疑其他说 你看他一点都不关心那事 专心倒牛奶 我倒不关心这暖角炉的事 我关心的是这个 特别有意思 俩事啊 一个是这个中国的瓷器 在维米尔的大量的画作里 都出现了中国瓷器 以后给大家看啊 再有一个就是这窗户好有意思 维米尔的好多幅画 这窗户段这位 这是大小都一样 只是他画女仆的时候 就把他画的破了一点 这有一个玻璃破了 然后这个有一个光从这进来 这个我还专门问了 这个因为我很幸福啊 我参观这几个博物馆的时候 有馆长带着我参观的 有学者带着我参观的 有荷兰学者带我参观这个 维米尔的时候 我就问他一问题 我说这维米尔 他画的画都是 这个左边有个窗 或者没窗 也是光从左上方来 包括伦布朗也是 光从左侧上方来 我说这是为什么 他讲了个很有意思 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因为首先 这个伦布朗和维米尔 都是右手画画 右撇子 他说右手画画的时候 你这样画的时候 通常你会 让这光从这边来 后来由于伦布朗 是维米尔这些人的 这个太著名了 以至于形成了 这个审美传统 荷兰的绘画 大量的 不能说每一幅 叫top left 就是上左方光下来 他说你看法国的绘画 大量的光源在中间 荷兰的就是 非常有识别度的 就是大家都遵从这个规律 就是光从左上方来 这个非常有意思 美术上的好玩的事 然后在画别的的时候 给大家看看维米尔其他画 这是著名的维米尔的一幅画 然后这窗户还在这 但是窗户变得很精致 就后来大家考证发现 这就是维米尔他们家 他那窗户就在那 但是他画穷人的时候 那窗户画破点 画富人说画得好点 但是大家看看 在读信的这个女人 她在旁边有一个大盘子 这大盘子依然是中国来的瓷器 大家看看这个 青花瓷 荷兰由于贸易 每年有上百万件的瓷器 通过荷兰东西的公司 进口到欧洲来 不但发了大财 而且后来他 这荷兰人会做买卖 发现船运还是慢 干脆咱们搞点盗版 你看盗版不是咱们发明的 这纯属是欧洲人发明的 所以他们就在这开始 盗版中国瓷器 特别好玩盗版 他们就管这个叫戴尔夫特兰 戴尔夫特兰就是荷兰的一种瓷器 完全是盗版中国的 但是一看就跟中国瓷器不能比 大家看看这些实物 我们都拍下来了 这戴尔夫特兰的瓷器 就拿眼睛 用膀胱看都能看出那色泽 光泽跟中国瓷器不能比 差很远 再仔细看那个画工 以及那个里面的那些细致程度 跟中国差太远 而里边画的特别奇怪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我看一个瓷瓶子上 这边占一明朝小人 这边占一清朝小人 因为他们搞不清楚 他们就从中国的瓷器上学 说这画一这人 就弄一这个 那画一那人弄一块 一会又出现一堆人 佛陀不像佛陀 余皇大帝不像余皇大帝 坐在中间 旁边拿一堆桃子 据说荷兰人也把桃子 当成长寿的标志 而不是陶色新闻的意思 当然了 这是最著名的维米尔的画 镇馆之宝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这个我们就不评论他的艺术了 我们就要说这个头巾很有意思 这头巾看着像什么呢 很像这个中国戏曲舞台上的斗鹅 以及那些民女上台的时候 头上都包着这么一东西 我还专门问了荷兰人 我说你们这有这东西吗 可能人说我们这 女的不会带这东西的 当然了 首先是因为这个每个女人 被画画的时候 她就像去照相馆嘛 就像最开始有照相馆 照张相很贵嘛 所以把自己所有fancy的衣服 都穿上啊 然后才去 所以她大概能找到 最fancy就是这东西 但是这个说明什么呢 中国的东西是当时的 欧洲最高级的时尚 无论是中国的丝绸的衣服 中国的这个头巾 以及中国的瓷器 中国的茶叶 中国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是欧洲的顶级时尚 所以这个我们还拍了 欧洲贵妇人 专门摆设的那种 让大家觉得自己最有钱 就是整个一物的中国瓷器 不是戴尔夫特兰 就说明我们家特别有钱 你看那个时代的荷兰 你就感觉到 跟梵高时代荷兰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代荷兰充满了 生活快乐富裕等等等等 大家看这个 著名的一幅画 杨斯汀画的这幅画 大家欢乐极了 老奶奶在读圣经 这就是那画家本人 他把自己脸画到这个画来去了 扮演那爸爸 然后正在往女儿嘴里塞一个大烟斗 特别高兴 妈妈狂喝在这喝的高兴极了 然后爷爷戴着一个中国瓜皮帽 在那特别高兴的看着这一家人 后边有吹乐器等等 狗都长得肥肥的 充满了那种欢乐的气息 这是最富有时代的荷兰 当时的副作 这幅画艺术上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女画家的脸出现了 在哪呢 在这个瓷瓶子顶上 这么点一小反光 在这小反光里把自己脸给画上去了 这女画家叫什么名字呢 大家看看这下边这把刀 这个刀旁边 箱了一行名字 Clara Peters 这个女画家的名字 这很有创意啊 哥今天已经是最好的片头创意 说这名字直接给香在刀上了 非常有意思 我个人喜欢油画 比国画要更多 油画里带来的不光是美 而且带来的充沛的信息量 大家看这个 这也是cheese 但是其实不光是这个 因为那个时代的荷兰的著名的画作里 有大量的厨房场景 你就会发现厨房里充斥着各种 真琴走寿等等 什么都吃兔子 然后那个炙鸡 后来他们说 其实很多东西根本就荷兰都不产 专门从中国 从各种遥远的地方 从南非 从这个印尼 把这些珍贵的东西 运到荷兰的时候都死了好多 死了也吃 即使不吃 也要把它做成标本 挂在厨房里 显得我们家有钱 荷兰说起来跟香港有点像 大量的就是市民阶层 所以它的会议化也好 它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也好 全都是市民阶层的东西 商人的东西 香港也长期没有精英阶层 英国人就派俩人来 剩下的就是香港市民阶层自己统治 李嘉诚12岁也不上学了 包玉刚12岁跑船去了 然后等等 全都是市民阶层 所以在香港也形成了这种文化传统 香港电影里可特别爱吃饭跟做饭 香港电影里没事就吃饭 以至于形成了香港鼎盛时期 一个模式 就叫打四场吃五顿 就是开场就吃饭 吃饭就出事了 出去打 然后打完了又吃饭 吃饭就说 你知道你爸是谁杀的吗 我告诉你 谁谁 棒一张筷子又去了 打完了又吃饭 所以这就是市民阶层的传统 大家看那些文艺大导演们 那可很少拍吃饭 或者拍吃饭也有 特别有寓意的在拍吃饭 比如称赛哥 黄土地里上了一条木头鱼 然后给予打特写 说你看这里的民族 由于没有水没有鱼 要吃一条木头鱼 有符号作用 人香港人没这意思 就是市民阶层 很像荷兰啊 所以荷兰是一个什么地方 就没有什么王侯将相 没有人炫耀自己地位高 大家都想要说我会做生意 我有钱 所以大家拼命的画厨房 大家想想国画里 反正我可能哭了过来 我还从来没见过国画画厨房的 我倒是见过齐白石画一小虾米 或者潘天双画俩小鸡图 我们家还有一幅 潘天双小鸡图 正在多米 但是没有人觉得那东西 是要吃的东西 大家都是诗情画意 荷兰人这个充满了生活气息 充满市井气息 尤其是同时代 其他国家的绘画 都还在画上帝啊 耶稣啊 玛利亚啊 等等 当然商业气息也有啊 就是你经常看到这个 玛利亚耶稣 在旁边还有一人 说这哥们是干嘛的 那哥们就是出钱的 谁出钱把谁画在耶稣旁边 黄金时代的荷兰 宗教气息非常少 荷兰本身就是个新教国家 而且是加尔文教派的新教国家 就是反对教堂 荷兰人民还曾经歧义过 专门去砸教堂 这个砸圣像 所以大家看到新教 从来不见大教堂 新教里又分路德宗跟加尔文宗 加尔文宗就更是那种 所以荷兰人对宗教 是非常的淡 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荷兰人买到了曼哈顿 这荷兰西印度公司买的 花多少钱呢 花了60吨 买了以后再上了建城 花很多钱建城 那荷兰富有 新阿姆斯丹 就是现在的纽约 是整个北美殖民地里 不管是西班牙殖民地 英国殖民地 荷兰殖民地 唯一的一个有城墙的 就因为它有钱 然后就整个在 围着那儿建了一圈城墙 城墙建起来了 交易市场 什么都有 就没见教堂 这个荷兰人占领曼哈顿 17年之久 一直给忘了 这在其他北美殖民地 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其他北美殖民地 就是到了这儿 定居点只要定下来 第一件事先改一教堂 然后大家才能有勇气 在这生活下去 等等等等 就只有荷兰人 只顾做买卖 把教堂这事给忘了 后来英国人来占领了 才建起了教堂 改名叫新南部斯坦 变成新约克 然后荷兰人盖的墙 被英国人拆了 英国人拆完那个墙以后 在那个墙的地方 就建了一条街 这个街就叫wall street 就是华尔街 华尔街的英文就叫wall street 叫墙街 这个墙街就是这么来的 就是荷兰人在那建了城墙 然后最后变成了交易市场 充分说明了 黄金年代的荷兰市多么美好 然后大家再看看200年后 荷兰衰落 跟这凡高著名的 吃土豆的人 就惨成这样了 简直惨不忍睹 尤其这幅画 跟刚才那个 大家抽烟的 喝酒欢乐 那个做对比 就简直就是 这个两个阶级 当然凡高的荷兰乡村 那么萧涩 跟后来法国时代的凡高 那个色彩之鲜艳等等 完全不能比 最开始他是一直很崇拜米勒 所以他就画很多 那米勒式的那种画 大家看凡高的荷兰时代 当然也跟他心情有关 心情也和时代有关 这个画家永远都跟时代有关 那凡高的时代 是荷兰最最衰落的时代 伦布朗 维米尔时代 是荷兰最昂扬向上的时代 所以他们都挣很多钱 伦布朗就是迪斯尼 什么意思呢 迪斯尼开始 是沃兰迪斯尼自己画 画个米老鼠什么 后来活多了 就是再招几个人进来 workshop在里边画 后来活更多了 still就成立起来 大家反正都叫迪斯尼出品 伦布朗是因为活太多 所以接了一堆活他发财了 然后就弄了一堆学生学徒等等 包括这幅画在内 就是伟大的夜巡 国立博物馆镇馆之宝夜巡 也不是伦布朗一个人画的 但是最重要的这些人 你看这用光就是伦布朗本人 但是其他的那些 什么在顿上写写字 什么这 那就是什么棋子 就这不用伦布朗自己画了 所以伦布朗组成了一个大studio 这就叫伦布朗出品 然后赚很多钱 说明荷兰人是 什么都能把它变成一个生意来做 什么都能用来挣钱 当然了 荷兰的兴起是因为这个 衰落也是因为这个 荷兰人重伤 这个抠门到什么地步 英文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词 叫go dutch go dutch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AA制 dutch就是荷兰人的意思 所以go dutch就是 咱们像荷兰人一样抠门吧 然后就大家AA制 说到这荷兰人把什么都做成生意 只要能赚钱怎么都行 连战争都算账 一切都以赚钱为主 导致了荷兰的新生 但是也导致了荷兰的衰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前半城的时候 荷兰皇帝 欧洲也没有民族国家的那种情感和能量爆发出来 大家也做生意 荷兰人做得比大家好 于是荷兰就兴盛了 但是1648年 维斯法利亚条约以后 各个国家开始以民族国家的方式发展的时候 爆发出来的那个力量 荷兰就追不上了 荷兰人都干什么 说起来来都很可笑 路易十四打荷兰 总的武器都是荷兰人卖给他 因为荷兰在卖武器的人就觉得我要做生意 这我不管 有人买武器我就卖 英国跟荷兰打仗 武器也是荷兰人生产的 最最不能理解的是 英国跟荷兰 当然发生几次银河战争 但是他们也经常抱团在一起 跟什么法俄 什么普 这些欧洲大陆国家干 这个银河之间有非常复杂的 分分合合的关系 有点像一对情侣 但是英国有一天跟着情侣就翻脸了 说为什么我们在跟人打仗 最后一发现 说敌军的军饷是从阿姆斯丹银行发出来的 阿姆斯丹银行说 有人来借钱 我这做买卖 我怎么了 那我利息高啊 我要就要干这事 因为我说咱这跟人打仗 人家军饷从你这发出来 所以荷兰人这什么都不管 就是要挣钱 大家看东西东公司这些人 写的东西都特别有意思 都说我就忠于公司 我为公司服务多少多少年 从来没人说我忠于荷兰这国家 这连省 它本来也是大家一个联盟的东西 所以它在这个竞争中主要衰落 再加上就连续受到四次重击 所以荷兰一下子就衰落了 那四次呢 都跟荷兰人自己做有关 这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做的 第一次叫郁金香泡沫 郁金香泡沫是大概人类历史上 最开始的大金融泡沫之一 你只要金融业发达 你就一定会有泡沫 那荷兰当时已经付到 不贷款出去就不行的地步 大家知道这个东印度公司的股票 的股息 在180年的时间里 平均每一年有21% 你要有一万块钱 你投资荷兰东印度公司 你还用工作吗 每年24% 是4年本的还银它是利滚利 所以你就发了 大家都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股东 然后以及大家从贷款银行 股息债息利息等等 整个荷兰就这么点人 但是大家都负得不得了 中产阶级没有人印象 你从这生产 因为大家就生产多慢 最开始还有人生产 后来说不要生产了 咱们就负责金融就完了 于是就给英国人贷款 英国人拿了荷兰贷款 干起了工业革命 法国人拿了荷兰贷款 干起了法国的工业 英国后来就吸取这个 英国说我给你贷款 你别买我东西 美国也一样 美国说我给你贷款 你别买我东西 不然我给你打贸易战 荷兰不是 荷兰自己慢慢就不产东西了 就高高兴行坐那收利息 反正你们只要借钱还钱就行了 于是大家利用了荷兰的金融 把各国自己的工业 各方面都发展起来了 这个荷兰一下落号了 工业是一个国家 真正竞争的基础 那还是得开枪 而且由于大家太爱钱 在整个18世纪的半个世纪里 荷兰就没有造一艘新军舰 大家觉得我们是债主 他们都欠我们钱 谁来打 我们没人来打 我们不用 于是大家谁都不交钱 这个省也不交钱 那个省也不交钱 大家都说不用建海军 然后钱多到泡沫自然就来了 所以玉京香泡沫 第一次就这么来 因为大家太有钱了 实在不知道拿着钱干嘛 就炒个什么东西呢 炒这玉京香的囚禁 这东西贵到什么地步 大家知道中国也曾经发生过这种事 中国曾经出现过君子兰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年轻人 遇见过没有 我们那时候君子兰 二十多万一盆 曾经炒过什么普洱茶 炒到好几十万一饼普洱茶 不知道的给泡了 给喝了 我就看过这事 我说茶呢 我说茶喝了 我这等人卖钱的 好几十万一饼的 不管了 喝了 中国还曾经炒过藏鸥 我就认为大哥养藏鸥 让我给他写首歌 藏鸥之歌 我一看大哥 我也不敢不写 我在他的藏鸥园里 说写不写 这不写就放狗要人了 我说我写我写 写了还送我一条鹿 结果后来破产的时候 一塌糊涂 大家知道 这个藏鸥因为吃的太多 一旦那藏鸥价钱 降到几千块钱 还不够买东西喂他的呢 最后就都给放了 听说在青海一带 经常就是满地的野藏鸥 放了以后人畜为害 然后到处吃野生动物 什么都吃 吃农民的羊牛等等 第一个玩这个的就是荷兰人 就把玉金香炒到什么地步呢 一颗玉金香的囚径 四千吨 四千吨 同志们 长到这个地步 当时在荷兰 一头上好的奶牛 是120吨 1000磅荷兰最好的cheese 120吨 一颗玉金香囚径 四千吨 都到这地步 然后所有人都拿出钱来 砸这玉金香 然后最后泡沫崩溃了 玉金香泡沫是当时 这个号称西方金融的三大泡沫之一 其中另外的以后咱们讲金融 讲到这个南海危机 英国的 也是大家都封了 炒南海公司股票 然后就29年那次大萧条 就能跟这相比 所以第一次重击 就是玉金香泡沫崩盘 瞬间大量的中产阶级 就纷纷没有 然后第二次重击 就是放大了15倍的金融 你发行债券也好 你发行什么货币也好 最后人说我要求 现在就清偿 清偿 尝不了 因为你放大15倍 那太高了 这杠杆 清不了就倒闭 光阿姆斯坦就几十家银行倒闭 倒闭形成连锁反应 这个东西太可怕了 当时在阿姆斯坦的这些金融机构 很像美国这个华尔街金融危机的 次贷危机的时候 放大数倍 当然涨的时候大家挣很多钱 你万一跌15倍 就是你跌8%就崩盘 美国次贷危机就是 华尔街把美国整个的资产 放大了24倍 导致根本不能承受任何的跌 之前荷兰的银行 已经大碰到什么程度 咱们质航讲过 以国债倍输的英格兰银行 都曾经出现付不了钱的时候 都是阿姆斯坦的银行 替英格兰银行还债 说没事我替你付 就大方到这个地步 全欧洲的人全拿过的钱 等他崩盘的时候 我的天钱也收不回来 然后人家只要一打仗 就不还你钱 再加上这个放大杠杆 结果导致大批银行倒闭 这是第二次中计 第三次中计就是 第四次银河战争 因为前面是荷兰强盛的时候 跟英国每次打仗互有输赢吧 荷兰这些民族英雄 就基本都是打败过 英国的海军上将 什么特鲁普 到现在荷兰军舰命名 都拥大命名 一较魁一的荷兰人在台湾 拿一千多人 还跟咱们国姓爷 郑王爷还干了一年 所以荷兰那时候很能打 跟英国大概互有胜负 结果到这时候荷兰 你想五十年不造一艘军舰 那军舰已经都六十年前的军舰了 还拿出来跟英国打 那时候英国已经开始工业革命 所以在第四次银河战争中间 大败 这是又一次重击 最后一次重击 就十八世纪是荷兰最倒霉的世界 就在已经遭受三次重击的情况下 当然这国家还行 还是富有 最后一次重击 法国大革命来了 直接把荷兰给灭国了 荷兰如何被灭国 这特别逗 别人好歹冲上去跟拿破仑比划了 比我输了再说吧 这荷兰人就是派人去跟拿破仑说 一百万吨 要不要 你就别打了 那法国将领说一百万吨 你糊弄谁呢 说我们法军担负着解放全人类的任务 你看你们也是共和国 我们也是共和国 是吧 我们共和国解放全人类 我们出人 你们出钱 咱们去把那些皇帝 那些什么沙皇 那些等等 国王都消灭 荷兰人就傻了 或者捂着钱包 说是我出钱 你出人 临时 大家开会说 那现在赶快雇人吧 没人报名 人说干嘛 我这活挺好 打什么仗 不打 然后拿重金悬赏 弄了一万多军队 一万多军队有什么可打的 你看法国大军横扫天下 所以大家想来想去 说那也别打了 那就多少钱啊 反正一亿顿 荷兰人真有钱 真给凑出一亿顿 然后法国179几年 就已经把荷兰占领了 荷兰被占领 也没什么反抗 荷兰人就这样 那就给钱吧 但是这一次给钱可给惨了 因为你要拿荷兰的钱包 支撑着法国大军 在欧洲火天 一直打莫斯科去了 所以我把荷兰人炸干了 开始成立的是一傀儡共和国 叫巴达威亚共和国 荷兰人觉得他也行吧 一会儿拿破仑就把弟弟派来了 就咱们之前讲了 大陆封锁政策 就是谁也不许卖给英国任何东西 因为英国是一海岛 它缺乏很多东西 这样就想把英国饿死 英国是用舰队封锁整个大陆 拿破仑说我无所谓 我欧洲大陆 天朝上国什么都有 我反正已经占领了 从大西洋 一直到莫斯科的地方 我什么都产 我就不给英国东西 荷兰人不行 我必须得做买卖 荷兰人就不做买卖要死 最后就顶着拿破仑压力 这国王还是拿破仑弟弟 就非要卖东西给英国 所以就又去做贸易等等 于是等到这个 拿破仑最后失败的时候 荷兰已经彻底衰落了 虽然短暂地获得点土地 因为拿破仑失败的时候 大家在维也纳签协议 说荷兰你也拿点东西走吧 于是就把当时属于法国的 这些地方就都给了荷兰 所以荷兰在拿破仑之后 地儿突然变大了 但是变大了也没用 一个是弱了 一个那块地儿也不听你的 为什么呢 那块地儿它就信天主教 这在欧洲是没办法的 我这块地儿信天主教 于是这块地儿就非要独立 所以一共给了它没十几年 这块地儿最重独立了 就是现在的比利时 比利时 所以一半人说荷兰语 还有一半人说法语 一点人说德语 其实它原来是属于法国 当然后来也属于荷兰 最后又自己要独立了 所以荷兰最后还剩下这点地儿 后来世界历史的故事 突然就缺席了 自从郑成功把荷兰人打跑以后 荷兰人就再也没回来过 后来就变成英法 联军 八国联军什么 反正都跟荷兰没关系 这个荷兰一直到二战以后 才真正的又恢复起来 为什么呢 二战以后 大家都认上民族国家的问题 导致了一战二战 空前的屠杀等等等等 所以后来欧洲国家 大家痛定思痛 说咱还是应该放弃 民族国家那一套东西 于是荷兰是最积极的加入了 最开始就只有六个国家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然后一个德国 一个法国 一个意大利 大家一起组成了 欧洲煤钢共同体 后来变成欧共体 后来变成欧盟 一旦民族国家的壁垒消除 荷兰这个民族 立即又绽放巨大生命力 所以大家看到荷兰的历史 是满安型历史 这两头的历史高潮 今天荷兰是欧洲最繁荣 最富强 最先进 最发达的国家 说人均 当然总加起来 肯定没得过法国厉害 但是人均 整个收入水平 在欧洲是领先法国 领先德国 领先英国 你拿眼睛看都能看出来 这非常不一样 所以荷兰的低落期 其实是整个欧洲民族国家的上升期 但是荷兰的上升期 是没有民族国家的时代 以及后来大家以欧盟的方式 消解了民族国家的时代 荷兰这个重商的民族 以及有科技各方面 先进的民族 终于在这个时代又崛起了 所以荷兰历史大致 就跟大家捋一遍 然后咱们再回头讲 我们这次采访到的人 以及好玩的故事 好 画画荷兰第二期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下期再见 这回我们在荷兰 非常高兴地遇见了一位 落魄贵族 他不是一个帝国主义者 他就是一个土素的种族歧视者 所以我就三次大喝一声 我说 You're a racist You're a racist 这句话在西方 现在是很重的话 说你是种族歧视者 下面一个人要讲的是 非常珍贵的一次采访 大家看看这人 那人往哪一坐 就是一位交付给的那种北劳 他控制着整个 阿姆斯坦红灯区的70%的生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